昔日的名相 审讯昔日的所相 你说痛快不痛快啊 痛快 索额图彻底蒙逼了 他怎么也没料到 康熙会派他的死对筒明珠来审讯自己 此刻他的心中不免开始悔恨起来 之前要是多多配合就好了 原来自索额图入狱后 康熙就令李光帝等人审讯 太子陪审 可没想到太子这个陪审 一上来就给索额图吃了颗定心丸 皇上口语 索额图 无论你犯了什么罪 朕只会恨你 却不忍心杀你 朕只要你从事交代 让朕知道就行 听闻此话 索额图立马瞄懂 看来只要自己拒不认罪 那康熙也就没辙 而对于这次审讯 李光帝则表现得尤为积极 于是他率先质问索额图 对于自己心腹阁里勾结杨启龙 企图夜席皇家一事是否知情 阁里打你不到 罪该万死 但夜席的事与老夫无关 我信可以叫他跟我对质 李光帝轻蔑一笑 你跟老东西肯定知道死无对证 才敢如此信誓旦旦 于是也只好换了个话题 问起皇上第一次牺牲时 他在朝中辅证 为何要蛊惑太子提前登基 索额图这招斗转星移 打得李光帝哑口无言 第一次庭审也只能这样草草收场 然而这一切 却都在康熙的预料之中 索额图这辈子审过不少奸人 断过不少重案 我看你们哪 恐怕是审不动了 李光帝一脸委屈 没想到这老东西 这么狡猾且厚颜无耻 不如咱直接给他用个刑吧 吃饭 太子一听这话立马就不干了 这索额图老的都快掉牙了 万一到时候他一个受不了 把自己给供出来 那还玩个屁 可话虽如此 但其表面还得装出衣服 为大局考虑的模样 索额图年纪大了 身体顶不住啊 用刑只怕会当场送命 再者对方已经沦为阶下囚了 何必再以酷刑侮辱他呢 尔臣 若是索额图的话 非得 非得怎样啊 非得咬蛇自尽不可 康熙向来主张以孝之国 应认的这话虽大逆不道 但却让康熙颇为感动 但该走的流程还是得走 正当大火为难之时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 出现在康熙的脑海里 这 找个老朋友 会会索额图 不用想 这个老朋友便是明珠 当他脚带撂靠 手拿奏折 出现在索额图面前时 一直嘴硬的索额图 也是傻了眼 你 正是 索额图指着自己的鼻子 嘴张得能赛下一个流连 惊讶了半赏也没回过神来 这就叫 遗毒攻毒 索额图和明珠斗了一辈子 彼此不仅是敌人 也是最了解对方的人 一旦明珠出马 索额图肯定没法 继续打马护眼 再者明珠自己已是 再劫难逃 逮着这个大好时机 定会让索额图 身败名列拉齐下水 想到这里 索额图简直毁不当初 可明珠却不给他 后悔的机会 索额图 小腿一软 搭拉着脑瓜瘫坐在椅子上 而作为同伙夹死对头的明珠 对索额图的罪行更是了如指掌 于是他直接开启了炮轰模式 欺君篡政 结党谋逆 康熙三十五年正月时期 索额图勾结一众党徒 企图以备之罪 诛杀朝廷大臣 是不是你干的 康熙三十六年八月初六 索额图指使党羽捏造罪状 攻劫督察院九玉使 将其五人裁撤 两人流放 屠妄言圣躬垂危 缩使太子篡位 误蔑 假的 全是误蔑 你 惊慌了 害怕了 无处藏身了 是不是 见索额图一副 气急败坏的模样 明珠心里别提有多开心 既然你说我误蔑 那就来聊聊咱俩 共同参与的吧 甭急 咱老哥俩有的是功夫 慢慢都泡吧 紧接着明珠就开始自爆 康熙三十年中秋节 你邀请我在你府上赏月 结果三杯酒下肚 你就开始 哗啦风江大力的人员任用 说什么 谁跟你 如何如何了 谁又 跟你做对了 明珠黑黑一笑 看我整不死你 当初我建议你 偷粮换住也就行了 可你却不听我劝 收了下面的会营后 直接就罢免了三位巡抚 你这事啊 你是主谋 老夫是你的从犯 你 是你穿着老夫干的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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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接着明珠又道出 康熙三十八年正月十八 索额图随手就掏出了一百万两银票给他 你呀 老夫 饱受你腐蚀拉拢 老夫就是被你害的 你不不堕落地 这桩装剑剑的罪行 不仅听得索额图绝望徒顶 也让后堂的印人面如死灰 他担心这些事若是捅到康熙面前 不知又会掀起怎样的心疯血液 真是瞎了眼 就是养条狗 还知道千顺种人啊 索额图 你是本超的第一罪人啊 索额图的二十七条罪状 让康熙彻底怒了 大骂索额图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骂完他还是不够解气 于是又将矛头转向李光帝和张廷玉 你们长得是猪脑子 你们想都不想 所图勾结朱三太子 篡政谋逆 也惜皇家 真心能提吗 此话一出 李光帝和张廷玉当场愣住 这不是你让我们审的吗 现在此案已经审明查实 怎么还反倒怪气我们来了 他认 真不能认啊 皇上一个跟了本朝四十多年的心腹大臣 真的国障啊 到头来 他居然想弑君 康熙万万没想到 自己之前最不愿相信的事情 终究还是变成了现实 他之所以说索额图 是本朝第一罪人 不仅是因为其位高权重 贪赃枉法 结党淫私 没有尽到一个大臣应尽的责任 更是因为他身为皇亲国旗 却与敌人暗中团取 企图弑君篡位 大清的脸面何在 大清的体统何在啊 皇上 传出去 朕就是个昏君啊 而让康熙更为气愤的是 他为了培养太子应仁 耗尽了自己毕生的心血 可却经不住索额图的不断挑唆 这才导致康熙此前所做的努力 全部功亏一篑 你们听着 这二十七款罪 朕都准走 即使这样 索额图他就是长了一万个脑袋 也不够真砍的 这一通歇斯底里 让康熙感到有些虚脱 他拖着疲惫的身体 晃晃悠悠地爬上龙榻 给索额图定下了处罚措施 朕不能杀他 把他灌进大楼 一样天年吧 大哥一听 索额图犯了二十七条罪都能免死 那我舅舅才十条罪状 再加上神理索额图功不可没 岂不是就能以此将功赎罪了 明白你的意思 他从哪来 再回哪去吧 康熙稍作沉默 还是决定让明珠回到大牢 和索额图享受一样的退休待遇 施走众人后 康熙又将太子单独留下 这些天他一直都没想好怎么处置对方 就是盼着他能够主动坦白 而你呢 装傻冲冷 装得像没事似的 皇阿玛 你还是叫朕 晃上吧 面对昔日最疼爱的儿子 康熙如今恨不得与他断绝父子关系 索额图的种种罪状 一大半都跟太子有关 这让康熙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但眼下他只关心一个问题 索额图世军篡逆 是否和你商量过 索额图说 眼前之际 唯有 泼妇沉舟 设法 让儿臣 提前计讳 很显然这样的回答 令康熙十分不满 这就说明索额图谋反一事 太子从头到尾都是知晓的 但却一直没向自己汇报 和着不光是老丈人想杀他 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有这种想法 这让本来心存侥幸的他彻底绝望 也将本还有一线生机的太子 彻底打入了万丈深渊 知道 妈妈 朕不是你的黄妈妈 你下去吧 你不必害怕 朕不会再提起这件事了 也许对于康熙来说 他更希望殷仍能够拒死不认 甚至像他一样知错改错 但不认错 这才是一代帝王该具有的风范 但在真实的历史上 索额图其实与剧中文臣的形象截然相反 他不仅是武将侍卫出身 还先后在秦敖拜平三藩 征讨格尔丹和中俄边界问题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怎料他在围观方面 实在是品行差了许多 在贪污受贿的同时 还打击一几 康熙也对其进行过多次敲打警告 却反而让他变本加厉 甚至在其晚年之时 参与皇太子之争 这无疑是碰触了康熙的底线 于是他将太子逐渐堕落败还 全部归咎在了索额图身上 1703年5月 康熙将其圈禁在宗人府 9月又下指刺死索额图 并对他这一生所参与的重要事件 除以沙额在尼布楚的谈判外 给予了全面否定 而应仁第一次被废这事 却发生在5年之后的1708年 当然在剧中 应仁就没这么幸运了 他很快就会被康熙废掉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废除太子的仪式上 容非净胆跳出来当众反对